疫情三级警戒延至6月14号 为了避免群聚 原定6月6号起招生的台北市公立及非盈利幼儿园 教育局宣布全面取消登记 改采预约审核方式办理 符合优先入园者可于6月7号到8号 符合一般入园者可于6月9号到6月11号 至招生一点通网站预约 那因为原来我们有一个现场登记的那个日程啊 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原来是分别在6月8号及6月11号要办理 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现在都还是在三级警戒 那所以在现场登记的部分我们会取消 那取消之后我们会用预约审核的方式 也就是民众其实在家中他不用出门 他透过我们招生一点通的这个网站 在这个网页里面去点选线上预约 然后后续我们幼儿园会主动联系 另外因税务单位及护证机关停止零贵服务 招生一点通也提供民众申请查验税率 及三胎验证 查验通过者可下载证明作为佐证资料 包括家有三胎或者是他是新住民身份 或者是家有兄姐要优先入园的这三个身份 他都必须要查验税率 那因此我们在查验税率这一块 我们也在我们的招生一点通网站 我们也开放可以线上查验 那我们搜集好资料之后 我们会整批提供给财政部这边 帮我们去做一个查验税率的一个回复 教育局表示招生一点通 同时也提供登记抽签报道一站式服务 并且新增线上备取登记阶段服务 提醒家长届时记得到个员网站查看 公告备取名单以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